俄罗斯各州废除了死刑 所有的死刑犯都改判无期徒刑 但是要关押数量如此大的死刑犯 着实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于是政府决定实行逼魔岛计划 政府把200多个死刑犯 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 给他们留下一些生活用品 并在海上设立一个信号符筒 让他们可以在物资缺乏时求救 岛上没有留警卫看守 政府通过卫星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举动 在押送的警卫离去后 岛上的死刑犯开始疯狂争斗 力图求得胜利 主宰他人 伊凡是一名飞行员 因妻而坠机而亡 枪杀机长而被判死刑 是被送到冰魔岛上的一员 他不愿意加入争斗 带着一些食物远离了营地 他在一个石堆旁生活下来 然而食物很快便都被老鼠吃掉了 无可奈何之下 他只得抓鸟冲击 几天后 一个在营地里待不下去的同伴 尼可拉找到了这里 伊凡起了怜悯之心 便同意让他留下了 然而这个岛上了无人言 他们找到的食物远远维持不了生活 这时已经进入冬季 鹅猫大雪纷飞而下 伊凡和尼可拉几乎被冻死 尼可拉认为死在雪地里 也好过狗活着 但伊凡认为死也要和亲人埋在一起 为了生存 伊凡拽着尼可拉回营地偷煤炭 此时的营地里 一群比较强的死刑犯 当上了管理层 他们以一个叫猴子的人为头领 并发明了一个最完整死的游戏 管理者一声令下 所有人便发疯般地冲进营房 最慢的人便要被肢解烧烤 喂饱其他人的肚子 整个营地都被一种肃杀的气氛笼罩着 伊凡和尼可拉搬着煤炭这雨离开 却不幸被人发现了 他们也被迫加入了游戏行列 尼可拉一直抱怨 伊凡不应该回到营地 死在雪地里才是最好的归宿 但伊凡不甘心被摆布 他联合所有人暴动 为些猴子去浮动传递消息 让政府送食物过来 伊凡还坦白自己在海边 发现了一架废弃的海上飞机 修好后便能带所有人离开 猴子不相信伊凡的话 仍想维持以前的规则 双方大大出手 最后猴子被割破喉咙 伊凡当上了新的头领 伊凡带领大家把飞机搬回来 所有人都不分日夜地工作着 期盼着可以早日修好飞机逃离荒岛 纵然条件艰苦 他们脸上也总洋溢着笑容 营地气氛也一概往日的紧张 变得和谐 终于经过众人多天的努力 飞机能够正常运行了 可这时政府却又送了一批死刑犯 伊凡本想与他们和平共处 但新来的死刑犯却并不买账 双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私承混战 当打斗终于停下来的时候 岛上已经横尸遍野 人几乎死光了 只有伊凡 尼可拉 还有两个第一批的死刑犯活了下来 四人将飞机推到海边 准备离开 尼可拉却突然跑到悬崖边 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 飞机成功势如海里 大家心情大好 脸上洋溢着迎接新生活的喜悦 突然纷飞的子弹袭来 其他两人很快被打死 伊凡也身受重伤 他将手刹拉到最大 微笑着飞向了蓝天 当人陷入绝望之境的时候 所有的丑恶本性都会显露无遗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再次